好,那稍微看一下前面 我们接下来的东西就没有在WikiDot上 所以呢,你就必须要看我们提供的这个DropBus上面的这一个电子书版本 那这一本跟上次的CShop不一样 因为这一本是完全是Web程式设计 那它会讲到的内容就有Web程式、HTML、CSS、JavaScript、JQuery、Note.js 然后实作系统 那OK,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这是我还在编的内容 那我们会从最简单的部分做简介开始 然后再从HTML进来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简介 好,那这边呢 我们会先看什么是Web程式 那我们已经写了一个WebServer,用CShop写了 所以基本上WebServer所提供的那些服务就是Web程式 那Web程式里面呢 会需要辨认几个东西 这些应该在考试里面也很容易考 因为这些是 是比较容易考的题目 比较好考的题目 有些像程式题 我叫各位写出一层的程式是不容易考的 那就算考了也 大家写出来也不容易有一定的答案 那这种就会比较容易考 比如说网路是什么 网路跟Internet有什么差别 Internet跟Web也有什么差别 那Web的相关技术有哪些 那HTML和HTTP的功能 各式 这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个WebServer 所以这部分我们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们再稍微把它单独出来看一下 第一个Network、Internet和Web 这三个名词在英文里面是很清楚的区分 各位区分的清楚吗? 这三个哪一个是最广的名词? 哪一个涵盖度最大? Network含的概率最大对不对 OK 那再来呢? 再来应该是Internet 最后才是Web Web是最小的 OK 那怎么区分? Network指任何的网路 所以连那个高速公路这些公路也叫 Traffic Network 那但是在电脑领域 Network通常不会指高速公路 它指的是那个线 那些线所连起来的网路 包括区域网路、广域网路 这些都是Network 那Internet专指的是 是网际网路 就是中国大陆叫互联网 我们这边叫网际网路 但是不要搞混 网际网路不是Web 网际网路 Internet不是Web Internet是美国国防部 在1960年代发展出来的那个网路 连接方式 然后包含TCPUDP的协定 IP的层次 这个东西叫Internet 它本来叫Appanet 那后来延伸到全世界就改叫Internet 那Web又是什么 Web是1990年才发展出来 这中间差了30年 中间差了30年 1990年才发展出来 Tim Bernard Lee创造出HTML URL和全世界第一个Web Server 这时候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建筑在Internet上面的 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成为Web 那有了Web之后 你就可以把很多网页放上去给别人看 那所以Web其实一开始是有点视觉导向的 然后目的是把资料呈现在网路上 但是在Web之前就有网路了 那时候的网路长什么样呢 比较典型的 你可以看到的 那时候像Golfer Golfer是地鼠 那你如果要去想像Golfer这种系统的话 你可以想像PTT就知道了 Golfer长得就很像PTT 台大的那个PTT网站 BBS的那种东西 那这种那种东西跟现在的Web的原理是很不一样 那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 因为有了Web Server也有了Web 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可以看文字符片的东西 那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叫Mark Anderson的人 他其实那时候还是一个学校的约聘工读生 问题是他学校叫他呢 再找一些人来开发一个东西 所以呢他就又找了六个工读生来开发 开发一个叫做Mosaic的浏览器 那这个Mosaic浏览器呢 出来之后 大家都疯狂的去下载 所以整个Web就开始大爆发 好所以这个东西叫Web 也就是建筑在HTM、URL和HTP 之上的这个东西 才叫Web 那他的特色就是有网址 然后可以连来连去有超连结 好所以如果你用的是IER 或火狐或Chrome或Safari 这些浏览器看到的那些 通常就是Web的部分 那如果你用Skype、MSN 这些看到的东西 其实你是在用Internet程式而不是Web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焦点 会放在Web的程式设计上面 不是只有网 不是只有Internet而已 Internet的部分我们已经用Skype的讲完了 那所以如果你要看的是Internet程式设计的话 就是看原本那一本 这一本 那Web的 现在这一本是专门 专门看Web的部分而已 那看Internet的部分的话呢 是从这里到这里 网络程式到HTTP 所以Web的相关技术有哪些呢 因为HTTP是Web的主要的基础协定 它架构在TCP IP之上 那所以它的主要的元素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是Web server 伺服器 另外一个是浏览器 那现在浏览器 我们随便都可以抓到好多个 Chrome IE 然后火狐 随便你都可以抓到很多个 那Web server 你也可以轻松的就架 架起来像Apache 之类的 那有很多像TinyWeb server之类的也有很多 那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 我们就自己写了一个 我们用C-sharp写了一个 之后我们会再告诉各位 怎么用Note.js再写一个 那这个Web server 当然就要支援HTTP 那它必须是一个Client server的架构 Web server一直都是一个Client server架构 而且它是One touch 所谓One touch就是说 我跟你要求一个网页 你网页回传给我之后 我们就可以断线 这种就是One touch 好 那 使用者透过Client端的浏览器 连接到伺服器 然后伺服器用HTML的网页格式传回 在网页之前它有个表头 那HTML网页里面包含了很多超连结 这些连结你可以一直点点来点去 那这就形成了整个全世界连在一起的一个 视觉上的网络 那也是一个实体上的网络 只是视觉上的网络 跟实体上的网络是分开的 比如说我这里点 它又连到Jobox 我可能另外一个超连结点 它连到Yahoo 再一个超连结点它连到Google 那再一个超连结点连到我们学校的网站 所以它的那种 所谓的网络跟连结 其实两个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那Web的相关技术很多 现在Web相关技术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几乎不可能把它都学了 都学了也没有太重要的意义 但是你一定要会Web 因为它已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你要会其中一种技术 比如说你可以学PHP 你也可以学ASP或ASP它内 你也可以学JSP 或者是其实现在开放原始码界 最常被使用来做Web架构的是Ruby on Rails Ruby这个语言 然后它有一个叫Ruby on Rails的Web架构 那另外Python这个语言呢 它有一个不止一个啦 它有很多个 但是其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是Django 这个Web的架构 那另外我们这一本课会上的是Node.js 这是一个基于JavaScript语言的一个Web架构 那它是用Google的V8 这个JIT引擎所建构出来 那另外还会有像SML、JSON、SML、HTTP、AJAX、JQuery 那我们这后面大概这些主题都会谈到 这后面的主题都会谈到 那前面的就不会了 前面的像PHP、ASP、JSP、Ruby on Rails、Python、Django 这个我们都不会谈到 那所以我们采用的架构是这样 就是后面会看到的是HTTP、HTML、CSS、JavaScript、JQuery、Node.js 透过这样子组合出来去写Web的程式 好其中是HTTP是所有技术的起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我们上次讲Web server的时候看过一次 再看一下 好这些也是未考 好当你用Browser看网站的时候 Browser会传什么讯息出去给Server Server会传什么讯息回来 那一个Web server它的功能 第一个接收浏览器传来的网址 但不只网址它是一个表头 接下来要取出对应的档案 然后第三步就是把档案传回给浏览器 当然也不只是传档案内容 还有一个表头 好所以在这个传送和接收的过程当中 所有资讯都必须要遵照固定格式 规范这个接收传送格式的协定HTTP 规范这个接收传送格式 就是在Web上面的接收传送的这个协定 就叫做HTTP 那它的全文是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就是超文字传送协定 那所谓超文字就是因为它有超连结 有超连结的那种文字叫超文字 那HTTP的协定基础是建构在网址上 所以它是HTTP下面是TCP TCP下面是IP IP有包含UIL 好那IP和UIL怎么 怎么对起来 就是用DNS Domain Name Server 那这里我们会看到OK HTTP协定的讯息内容 那HTTP协定的讯息内容通常长像这个样子 那其实你只要有这个第一行就够了 然后后面加一个空行就可以了 那后面的资讯呢 这都是可有可无 就是说它会 会浏览器会告诉伺服器说 OK我现在接受什么样的格式 接受什么样的语言 那它这个浏览器是哪一种 浏览器 那内容长度有多长 然后呢 主机是谁 那要不要用快取 要不要继续保持连线 像这样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没有 HTTP是一个很简单的 只要有这个第一行 再加一个空行就可以了 那Server收到之后呢 它就会传回像 如果正常的话 档案存在就会传回 HTTP 1.0 200 OK 然后呢 Content Type 通常如果网页的话 就Test HTML 如果是图形的话 就Image JPG之类的 那Content Range 就是后面网页的长度大小 那另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 像那个如果是影像的话 那就是二斤位的 那这里有点有点不太对 因为其实不会出现楼梯 就直接小于HTTP 大于这样子 那这是之前写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第一行的HTTP 1.0 200 OK 代表网页找到了 而且成功被传回 那第二行的Content Type 代表Test HTML 代表传回的东西 是一个HTTP的档案 Content Lens 438代表说 传回的内容大小 为438個byte 那所以 Browser会传回一个包含 网页路径的表头资讯 然后给Server 那Server会传回一个HTTP的档案 给Browser 那在Web开始成长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如果要传影像怎么办 只传文字就会觉得不太够 那传影像就开始有图片 那接下来呢 传影音 但是在传影像和影音之前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 像你上Google 你一定要填帐号密码 这些东西 然后你才可以把资讯 传给Google申请帐号密码 那你应该 这时候如果只有HTML 现在的HTML都可以做这件事的 那以前的不行 以前的就是只有文字和超连结而已 那现在的HTML都可以让你填表单 那表单你填的讯息要怎么传回去呢 这里很重要 这个部分是 应该是必考题 就是GET是什么 POST是什么 什么是GET 什么是POST 我记得我之前在网路上看过 有那个台大的博士生在写 就是他们毕业之后 博士毕业之后出去找工作 然后那个 那个人家公司应征他的时候呢 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那个是做网 网站的公司嘛 他应征的时候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GET和POST怎么区分 然后那个博士生答不出来 他不知道怎么区分 然后人家 那家公司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台大念到博士毕业 居然搞不清楚GET和POST怎么区分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基础的尝试 只要你念过GGET就应该要会的 那这个重要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GET和POST的区分就在这里 GET是放在表头的这一个栏位传的 然后前面加GET 表头的这一个栏位就是网址列 所以如果你用GET来传账号密码会有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这样考一题 如果用GET传账号密码会有什么问题 答案就是你的密码会检视在网址列上被看到 OK 所以呢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帐号密码在网址列上被看到 你就应该用POST而不应该用GET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些可以安全上没有顾虑的讯息 那你就可以用可以用GET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衍生出来的问题 如果你用GET的话呢 不管用GET和POST其实安全性都不够 所以在某些时候要用HTTPS HTTPS 这样它的安全性才会提高 因为你即使用POST 它后面的讯息还是以名文在传递 没有加密过 你用HTTPS之后 它会帮你做加密再传出去 比较安全 好 那这是一个例子 用GET的例子 它会传送帐号密码出去 这个帐号的栏位叫user 然后内容是ccc 然后呢密码的栏位叫password 内容是1234567 好 那这是一个例子 那后来呢填入的栏位越来越多 传的讯息也越来越长 这些讯息呢 像密码就不希望显示在网址列上 让大家看到 所以又发展出另外一种传递方式叫post 那这个post呢 就不会显示在网址列 也就是他post的后面这个东西呢 不是放在 直接放在里面 而是放在表头的后面 空一行之后 编码再传送出去 那这种方式呢 至少在网址列上不会被看到 那另外他可以传的 不会影响到你网址列变得很长 那可以传的内容也相对的 比较多 好 那这个是post 好 那post和get的讯息 除了以post的开头取代get以外 那他多了一个content length的栏位 因为他后面还有长度 所以他后面这个就会有content length的栏位 那get的讯息呢 content length可以不行 post不行 post一定要有content length OK 也就是内容长度是多少 那server取了browser 传来的get和post的讯息之后 就可以对应的动作和解码 那检查账号密码是不是正确啊 讯息存入资料库啊 然后把回应的讯息用html传给浏览器 那就是这样one touch的方式就是 我传一个网址给你 你传一个网页给我 我再传一个网址给你 你再传一个网页给我 大概这样 那这边我们曾经写过好几个版本的web server 其中一个版本各位看过的就是3shop的版本 那对Java有兴趣的你可以看这个Java的版本 那后面呢我们用note.js还有写一个版 OK 好 那这里大概就 就是我们的简介的部分 那这 听说 有人看了我这本书 然后他建议我说 你为什么不用 Clure 这个工具来介绍这种协定的运作原理 因为我没有用过 所以 所以 既然人家这样讲 我觉得应该用这样子来介绍或许会更好 那这后续有机会我会再补 好 那这是简介的部分 这部分会考的很多 所以请要注意 所以光是这一页会考的东西就会很多 因为它 它可以考的题目特别多 所以这边请小心 好 接下来呢 就要看的是 OK 接下来要看的是HTML 好 HTML的部分 来看一下 好 HTML HTML 跟CSS 和JavaSquid 大概是Web浏览器端的三大技术 那伺服端的就是你要用什么写 像CShop 或之类都可以 那 伺服端的主要技术是Socket 那 客户端的技术就比较多样 HTML CSS 和JavaSquid 是一定要会的 好 那我们来从HTML开始 那这边有一个很 好用的网站叫W3Schools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过它是英文的 也有被翻成中文版 中文大陆的把它翻成中文版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W3Schools 好 这是英文版的网站 那这里有一个W3Schools在线教程 这是他把整个人家的网站翻成中文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授权 但是 但是他确实把几乎整个网站翻成中文 那你如果想看中文版 你可以从这边开始看 HTML教程 简介这些 那有时候其实 你要会基础的很容易 要会所有的很困难 会太多了 好 那这里就有基础的 怎么样学习HTML 那这是一个HTML的网页 那他这边有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他这边可以让你Try it yourself 那你可以自己在这边编码 然后呢会显示在这里 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 你才知道 OK 那你可以马上打 甚至加IMG 好 加IMG呢 我们加个照片 加个图片 Google的图片 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什么图片可以用 好 这个图片 复制影像网址 好 OK 这个影像网址 好 这个图片就跑进来 OK 有看到 这个图片跑进来 好 OK 还会动 因为它是GIF档 GIF档可以包含很多个图片轮播 好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种 它上面所提供的这种视窗 来做HTML的测试 好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W30Google的网站 来学一下HTML 那我们会从HTML开始 那随移的 接下来再看CSS 再看JavaScript 那一定要从HTML开始 因为CSS是复挂在HTML上 JavaScript也是 那HTML CSS主要是为了要让HTML呈现套表的动作 让它可以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显示画面 那JavaScript主要是要让HTML动起来 在你的网页里面稍微可以做一些简易的动作 所使用 这叫动态网页 好 那W30Google这三个主题都有 HTML CSS JavaScript都有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好 我把这一个存起来 存起来 存在这里 好 你如果是HTML的档案 最好叫HTML 或者是HTML都可以 那我这边 叫HTML它好像预设用IE 我不喜欢用IE 用HTML 还是预设IE 改一下好了 我们把它改掉 改成Google 好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记事本 直接打开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储存一下 好 储存一下 格式呢 是可以选择你要的编码方式 比如说UTF8 但是不选 只要是英文字 应该无所谓 如果有中文的话 就会比较 比较有可能会有编码的问题 那我们先存一下 储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网页 好 你会看到刚刚的网页就长这个样子 就只有一个Hello 但是写了5行 那当然你如果在这边写 你好 再存一下 这边显示 有Hello 你好 但是呢 现在我们储存的 的网页是什么格式呢 另存新档 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编码是用NC 是用NC 那在网页上面 其实比较好用的编码是用UTF8 但是如果我用UTF8 没写表头的话 它的显示或许就会不正常 因为它预设可能会用NC 哦 不过这现在是正常 因为这个UTF8有一些有存 表头有一些没有 如果我用NOPay++来试 你就会发现 NOPay++支援的格式比较多 来我们把这个拉近 好 你会发现我们到底是用什么编码方式呢 现在的编码方式是编译成UTF8 但是呢 UTF8的档案还有分 有BOM就是有表头的 前面会有两个特殊的字代表它的表头 如果是没有BOM的 那你把它存一下 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OK 变乱码 OK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有存表头 那浏览器通常会比较容易辨认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比较难辨认 就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编码问题 但是HTML要解决编码问题 通常不是靠这个UTF8的表头 它会靠一个HTML的表头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看HTML